其實都是抱著一種能替網演服務的心態 我從國小丁營集然後裝嫁將到現在 現在年輕人比較少會去接觸嫁將的部分 因緣集會之下對繪畫的東西是有興趣的 廟裡也是需要我們這些年輕人去接 所以我才會去慢慢學習老師傅他們的臉譜 怎麼畫然後怎麼去構想 因為畢竟老師傅也會來 也能讓我們繼續傳下去這樣 最主要是讓大家去體驗那種感覺 也讓大家知道我們裝嫁將的辛苦這樣 最主要是推廣我們這種文化 畢竟廟會文化需要更多年輕人去傳承這東西 不希望他到我們這一代或是說下一代都是斷掉 像世界爭片 你旅居海外行腳各地 用影像說故事講道理寫日記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萬瀏覽人次的蘋果網站投放 報酬幽默助盡獎勵 作品潛技有創中心 病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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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